一般认为千禧年前后出现的丧尸文化复兴 便是由1996年发售的两个电子游戏 《生化危机》《死亡之物》 以及上映于2002年的《金变28天》 还有2004年的翻拍版《火死人黎明》等作品所引发 其中《金变28天》虽然不是历史上首部出现奔跑丧尸的电影 但它也确实是让丧尸这一经典怪物的战斗力 得到大幅强化的主要推手之一 有一部分影评人认为 正是《金变28天》的出现 让已经逐渐过时的《丧尸类型》片再次复兴 并且让这波复兴浪潮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可以说《金变28天》对后续的丧尸类型电影 以及游戏等作品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经典设计游戏《求生之路》中的丧尸类敌人 便参考了《金变28天》里的狂怒病毒感染者 他们都是被某种类似超级狂犬病一般的病毒所感染后 思想变得疯狂 不断攻击其他人的残暴患者 《金变28天》的导演是来自英国的丹尼·伯伊尔 他的其他著名作品 还有《拆火车》、《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等 《金变28天》在2002年 以800万美元的预算取得了超过8270万美元的全球票房 成为了当年最赚钱的恐怖电影之一 五年后由西班牙导演胡安·卡洛斯·弗雷斯·纳迪·罗所指导的续作 《金变28天》虽然口碑不及前作 但在2007年也是以1500万美元的预算 赚回了6580万美元的票房 商业的成功让《金变28天》系列的世界观进一步得到了扩展 一系列漫画周边作品完善了两部电影中的各种细节设定 那么今天我就结合电影以及漫画周边作品 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关于《金变28天》系列的有趣剧情故事 2002年 两名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克莱夫以及沃伦 受到了某个不明身份 但可以提供大量资金的组织雇佣 尝试开发出一种能够调节人们愤怒情绪的意志剂 这个组织相信 只要大家的精神都非常冷静稳定 那么社会中的冲突就都能从根本上得到控制与缓解 从而有效地降低生活里的激情暴力犯罪数量 在进行开发时 这一项目便是毫无底线 研究组的背后金竹有着极大的权力 他们甚至能够直接从警局牢房中提走犯人 来充当活体实验样本 但在致死一名罪犯死亡后 克莱夫与沃伦还是打算先在黑猩猩一类的动物身上开始活体实验 在充足预算的保证下 克莱夫与沃伦确实通过研究从神经系统中分离出来的 导致人类愤怒这一情绪的特定基数 研发出了可以控制人们情绪的意志剂 但他们在如何将这一意志剂大规模同时又不让人察觉地投放到社会中的方法上 却犯得难 通过正规部门药检的药品销售贩卖模式显然不太现实 使用喷雾剂或者飞机泼洒的方式的话 其效率又非常低下 并且也可能会被人们所察觉到 在一番探寻后 他们最终决定用世界上已有的传染病来作为自己意志剂的给药系统 这样人们便会如同患上感冒发烧的病症一般 在不知不觉之间被身边的人给波及到 他们选择了一株来自伊波拉病毒的高传染性毒株与抑制剂相结合 并开始将这一药剂用到黑猩猩身上进行活体实验 但没想到的是 这个伊波拉病毒的一些残余基因组与抑制剂产生的某种变异 导致药物对实验体产生的完全相反的效果 变异的抑制剂非但没有抑制黑猩猩实验体的愤怒 反而使得宿主充满了持续的无法控制的攻击性狂怒 并伴随有伊波拉病毒的出血以及呕吐症状 如果其他人被感染者的呕吐物 或者体液飞溅到五官与外露型伤口等地方 便会立刻遭到感染 并在10到20秒内陷入到极度狂怒之中 这种新型病毒能够在包括人类 新型的灵长类动物之间传播 其宿主可以通过气味、视觉 或者研究人员目前还没有查明的方法 识别出感染者以及非感染者 从而主动的将传染获散到人群中 这种诞生自实验意外的人为造物 被命名为了狂怒病毒 正当研究人员觉得实验失败 准备开始新的尝试时 他们背后的投资者却看到了狂怒病毒 在其他方面的潜力 打算进一步的深入开发 而这些举动让主要研究者之一的 克莱夫博士感到厌恶 他离开了研究组 并偷偷联系到了一个 手段非常极端的民间动保组织 动物自由阵线 告诉了他们英国剑桥大学中 正在使用黑猩猩来进行残忍的活体实验 克莱夫正是想要利用这一极端组织 来阻止狂怒病毒的后续开发工作 但他未曾想到 当动物自由阵线的人潜入实验室后 直接就释放出了注射有狂怒病毒的实验体猩猩 从而导致传染 从剑桥大学迅速传播开来 实验室中的沃伦伯士也遭到了感染 英国媒体还在运行时 将这一情况误判为了是某种民众的暴乱 总而言之 狂怒病毒迅速从剑桥扩散到了英国各处 在感染爆发的第八天 实任首相托里·布莱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英军虽然进行了一些反制工作 尝试控制伦敦以及曼切斯特等地区的局势 但这些行动都收效甚微 在第15天时 一些重要的政府内阁以及皇室人员都撤离出了本土 一些地区的部分人口也依靠尚未封禁的海路 以及空路进行了逃跑 英国狂怒病毒爆发的新闻已经传到了世界各地 在联合国的商议之下 美军开始带领着北约联合舰队 对正在遭到狂怒病毒蹂躪的不列颠岛屿进行严密封锁 追错时使得整个英国变为了一个大型隔离区 以阻止感染继续外扩 那些靠近英国海岸的欧洲邻国 甚至开始大范围捕杀海鸥一类的生物 以防止鸟类传播病毒的情况出现 而那些因为旅游的原因滞留在海外 无法返回家乡的英国人 连同之前被疏散的人口 则被暂时集中到了欧洲各地的那名银种 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 英国本土的社会体系彻底崩溃 预计有大约5500万英国人死于这一世界 而2002年时的英国总人口数量也才5937万 被封锁的岛内只有少数人躲藏并幸存了下来 驻守本土的英国陆军早已被大量的感染者所击溃 残余部队各自逃命不知所终 平民们临心躲藏于各地 小心地苟活着 由于这里不是遍地都是枪支弹药的美国 所以当英国幸存者不得已需要和感染者展开对抗时 他们通常只能使用一些自制的近战武器 并且要每时每刻都包裹好自己全身 因为只要有一滴感染者的体验 不小心飞进耳口鼻或者体表小伤口等位置 就会立刻遭到感染 而疯狂的感染者们看到幸存者以后 便会发起急速狂奔 在病毒影响下大量分泌的体内激素 让他们不会感觉到疼痛与恐惧 从而使感染者有着极强的爆发力与力量 他们会被光亮以及声音所吸引 无时无刻不想要将狂怒病毒进一步扩散出去 但已经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 那些感染了十几二十天的人 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 甚至开始死亡了 根据一些幸存者的观察 这些患者在没有发现其他目标时 只是自顾自的徘徊 不断寻找其他未感染者 有时他们也会木勒地呆在原地 时不时地呕出传染性呕吐物 感染者的思想已经被病毒所损坏 他们甚至没有进食这一概念 这些东西正在慢慢地饿死自己 美军带领下的北约联军 就是想要等到英国土地上的感染者 差不多都饿死以后 在进场来搞搞收尾工作 如此便能把伤亡率降到最低 而那些被困在这个巨型封锁区中的幸存者们 则完全不知道外界的情况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以为整个世界都已经毁灭了 正是在狂怒病毒传播开来的第28天时 经变28天电影第一部的故事拉开了序幕 男主角吉姆原本是一名在伦敦工作的快递员 感染爆发前 他因为一场交通意外而陷入昏迷 并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此时是狂怒病毒出现的第28天 吉姆所在的医院早已被遗弃 或许是因为狂怒病毒的发病时间太快 那些被感染的人根本没有时间被送到医院 而感染者们也倾向于追踪市区里更庞大的人群 所以吉姆反倒幸运的并没有被感染者们所发现 但当一头雾水的吉姆在无人的伦敦各处乱逛时 他还是被感染者们所注意到了 正当他快被抓到时 另外两名幸存者赛琳娜和马克出手相助 使用自制燃烧瓶救下了吉姆 通过他们吉姆了解到了目前的状况 想不到自己一觉醒来大英就亡了 由于现在幸存者们也是无事可做 于是就打算陪吉姆前往伦敦东南部的德普特福德看一看 他的父母就住在那里 想不到回家以后才发现 父母已经在感染扩散时就选择了自杀 此前他们写下了遗言 庆幸儿子吉姆在这场灾难出现前就出车祸了 并希望他永远都不要醒过来 面对这个扭曲的世界 塞琳娜和马克告诉吉姆 他应该庆幸自己的父母死得很安详 不像他们的家人是在狂怒病毒的爆发中惊恐地死去的 当晚他们决定在吉姆父母的房子里留束一夜再离开 不幸的是 两名感染者发现了屋中的微弱动静 并对幸存者们发起了攻击 虽然敌人被解决 但在搏斗中马克不幸被感染了 看到这一情况 塞琳娜二话不说 立刻挥刀砍死了马克 并且他告诫吉姆 一旦有人遭到啃咬 或者倒霉地沾上了感染者飞溅的体验 那么这个人在20秒左右便会变成怪物攻击其他人 所以处理这种情况时 绝对不能心慈手软 不管对方是谁 第二天在返程途中 二人在一栋公寓楼上发现了闪烁的灯光信号 在前去探查以后才发现 这里居然居住着另外两个幸存者 出租车司机弗兰克 以及他的女儿汉娜 在公寓楼里修整一番后 弗兰克向吉姆和塞琳娜提出 他希望这两个新朋友能加入自己的逃亡计划 最近伦敦附近的降雨非常少 公寓里的资源快用完了 这里已不再适合居住 而他的收音机接收到了一条 自称是英军指挥官所发出的广播 这名军官称 他的部队目前正驻扎在 曼切斯特东北方向27英里处 士兵们能够为任何到达那里的平民提供保护 并且他们掌握有感染的真相 但塞琳娜却非常怀疑这个广播的真实性 这很可能只是一条从某个失线的军事据点中自动循环播放的语言信息 而且因为塞琳娜在灾难爆发以前 成是一名专业的药剂师 所以他并不觉得存在有什么治疗感染的手段 在这种新型病毒的打击下 不到一个月英国便沦陷了 如果政府握有什么解决办法 那他们早就用了 但在其他人的极力劝说之下 塞琳娜还是同意和他们一起前往曼切斯特 一行人就这样坐上了弗兰克的出租车 带上所有物资出发了 在这趟旅程之中 众人反倒相当愉悦 他们在无人的乡间公路中行驶 看着不再受到人类束缚的马群 在草地上自由的奔跑 由于诞生至实验室的狂鹿病毒 目前还只会在黑猩猩 人类等少数物种间传播 所以其他生物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或许对于不列颠岛上的其他动物来说 随着人类的消亡 他们的生存空间反而变大了 当一行人终于抵达目的地后 却发现前方的曼切斯特城 已经陷于火海之中 而无线电中的那处军事据点 也已经被遗弃 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 发送无线电广播的人还活着 对这一趟旅行寄予厚望的弗兰克 相当失望 他的希望又落空了 正当弗兰克失魂落魄地 在四周进行最后的探查时 一只悬挂在临时防御墙上的尸体 掉落下的一滴被感染的血液 却进入了他的眼睛里 直接导致他被感染 在其余幸存者惊恐之余 几名士兵突然出现 开枪打死了被感染的弗兰克 其余三人震惊而悲伤地看着这一切 随后 士兵们便带着三个幸存者 穿过旁边的树林 来到了他们目前的驻扎地 一座僻静的庄园之中 此处的指挥官 是英国陆军的韦斯特少校 但这里的情况 和幸存者们所预想的完全不一样 这些士兵对于幸存者们 特别是两名女性平民 有着强烈的欲望 事实上 韦斯特少校的手下 只有九名士兵 他们在此之前 是被派往曼切斯特郊外 进行公路保卫任务的部队的一部分 然而不断到来的感染者 却最终冲破了封锁线 韦斯特少校 只能和自己手下最后的九名士兵 撤退到了旁边树林中的庄园里 他们在四周 布置下了半线 地雷 铁丝网 路障等防御手段 打算固守庄园 但在之后的日子中 他们并没有联系到任何上级援助 陆军部队已经彻底被打散 各自逃命 政府也没有再发出过什么消息 士兵们都觉得 整个世界都已经毁灭了 面对这一情况 韦斯特少校手下的士兵 很快就因为眼前惨淡的未来 而打算吞枪自杀 为了尽可能地稳住士兵们的情绪 韦斯特少校给他们许下了一个承诺 他承诺自己会发布广播 吸引来幸存者 而那些旅性幸存者 就都会交给士兵们随便玩乐 通过这样的方式 韦斯特少校暂时稳住了手下的情绪 这座庄园的防御任务 得以继续运行下去 而什么治疗感染的手段 也当然是瞎编的 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便是得到旅性幸存者 不过韦斯特少校也确实将一名被转化的士兵梅勒 使用铁链给锁到了庄园里 他想要观察这些不怎么进食的感染者 到底多长时间才会被饿死 现在看到一下来了两名女性 一些士兵已经憋不住了 明白自己被骗了的男主角吉姆 刚想要带着塞琳娜和汉娜逃离这个魔窟 便被韦斯特少校的手下给拦了下来 士兵中唯一不想和这些禽兽 同流合污的法雷尔中士举枪尽力阻止了这场暴行 但他和吉姆因为寡不敌众都被制服了起来 其他人打算直接杀了这两个不入伙的异议者 当法雷尔与吉姆被关在一起时 中士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这种病毒感染确实非常迅猛 但他只能通过体液来传播 而英国是个岛国 所以感染很难跨越海峡传播到海外 现在他们肯定被其他国家隔离了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在正常运转 他们只是出现在别人新闻中的一篇报道而已 到了第二天 当两名士兵将法雷尔与吉姆带往附近的森林中进行处决时 法雷尔中士在此前通过语言影响了那两名负责处刑的士兵 让他们在是同时法雷尔还是直接射杀他的方式上起了分歧与冲突 从而为吉姆创造了最后的逃跑时机 当吉姆趁着法雷尔被杀时所引发的混乱逃进森林后 他看到头顶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天空中飞过 这让吉姆更加确信 法雷尔中士关于英国被隔离的理论是正确的 他也重新振作起了精神 准备返回庄园救出塞琳娜和汉娜 吉姆先前往了公路上的废弃据点 并拉响了里面的警报 从而引诱来了感染者 与同样前来查看的一些士兵开战 同时他悄悄遣回了庄园 此时另一些士兵已经因为自己的小兄弟疾疯了 根本没人放哨 于是吉姆便趁着雨夜 释放出了被韦斯特少校拴住的那名感染者 从而让狂怒病毒开始在庄园中肆虐 趁着这一混乱的时机 吉姆便也开始杀死慌张的士兵们 从而成功救出了塞琳娜和汉娜 虽然在此过程中 吉姆自己也被韦斯特少校开枪打伤 但三人还是成功驾驶着汽车逃出了这座疯狂的庄园 塞琳娜依靠自己的医疗知识 尽力对重枪的吉姆进行了治疗 并成功将她救了回来 后来他们躲到了西北部 坎布里亚军的一座偏僻小屋中 此时距离感染爆发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左右 其他国家派遣而来的监视飞机注意到 英国土地上的大部分感染者都已经饿死了 同时分布于各地的幸存者们也逐渐被发现 其中便包括了吉姆、塞琳娜以及汉娜三人 电影第一部的剧情就此结束 而根据电影续集 惊变28周以及系列相关漫画作品 所提供的信息可知 目前磊弱不堪的英国政府 已经全面倒向美国 在首次爆发的11周以后 一直由美军所带领的北约部队 开始尝试进驻伦敦 开辟出安全区 以安置分布于欧洲各地的英国难民 虽然过了这么久以后 首批被感染的患者应该早已饿死 但预计在英国的国土上 还有着零零散散的几十万幸存者 这些人也随时都可能在接触到危险的污染物以后 转变为感染者 而且谁也不知道 狂禄病毒会不会发生变异 北约部队需要一边清洗伦敦的街道房屋 处理掉堆积如山的尸体与危险的血迹 一边慢慢将安全区的范围扩大 好把流落各地的难民们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 英国政府将本国的复兴工作全权交给了美国来进行 在与第一部电影同名的金变28天漫画系列中 美国人也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他们早已对如此高效的病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安全区开辟计划在伦敦进行时 一些CIA的秘密行动小组 这偷偷进入了更加危险 但同时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内陆 开始自己的深化实验 美国的秘密特工四处抓不住那些尚未完全饿死的感染者 有时也会以救援队的身份 诱骗那些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平民跟自己一起走 之后这些英国人便会被当作活体样本 以进行狂禄病毒的研究 而为了不让自己的这些肮脏操作被外界发现 封锁英国海域的美军舰艇以及战机 会直接攻击一切不听劝告 擅自靠近隔离区的任何船只以及飞行器 在第18周后 美军对外宣布 英伦全岛已无任何活着的感染者 到了第24周时 伦敦道格斯岛作为第一个安全区 开始接收国内外的英国难民 正式开始重建工作 美军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在博明汉以及爱丁堡地区 也开辟出新的安全区 虽然理论上来说 道格斯岛区域已经安全 但由于狂禄病毒的极快发病速度 美军也在平民居住区各处 布置了大量的狙击手以及武装部队 并且当地的指挥官斯通准将 已经做好了应对第二次爆发的预案 那便是红色代码 红色代码一共分为三个步骤 如果在安全区中再次出现感染情况 首先美军会封锁疫区 关闭所有逃生通道 从而将各个区域的民众分批隔开 尽可能地保护更多人 免受感染威胁 如果第一步失败 封锁区域被感染者 或者恐慌的民众突破 那么步兵以及狙击手 便会开始主动出击 尽可能从慌乱逃窜的人群中 杀死感染者 掩护平民撤离 而如果第二步也失败的话 第三步就会开始执行灭绝命令 美军会无差别 杀死所有感染者以及未感染者 空军战机会对整个第一安全区进行轰炸 以消灭任何停留于街道 以及低层建筑的可疑目标 之后 他们还会在城区中投放毒气弹 并且让佩戴上防毒面具的地面部队 使用火焰喷射器 焚烧掉除有军以外的所有人形物体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则会在上空巡逻 提供空中支援 在第二部电影《惊变28周》中第一安全区闻现了 原因则是一个闻所致 距离首例并例出现28周时 塔米与安迪进入了伦敦的第一安全区中 他们也是道格斯岛接纳的最年轻的新居民 塔米和安迪的父亲唐纳德·哈里斯 实际上是安全区目前的民间管理员之一 他会配合美军后勤部队 保证居民区的供水供电等工作 在感染爆发以前 唐纳德的两个孩子去了西班牙 进行学校旅行 从而逃过一劫 在英国被封锁时 他们一直都待在西班牙的难民营中 而唐纳德与自己的妻子艾丽丝 则在感染爆发时 东躲西藏的躲避着感染者 如今在与孩子们重聚后 唐纳德告知了他们母亲艾丽丝的死去 根据他的说法 妻子艾丽丝是在逃跑过程中 被感染者抓住杀死的 而自己则死里逃生跑了出来 但实际上 唐纳德其实是在逃跑过程中 抛弃了非要保护一个男孩的妻子 自己活了下来 他出于心虚以及愧疚 只能编造一个谎言 欺骗塔米和安迪 实际上他并没有看到 妻子最后死没死 但唐纳德没想到的是 后来想妈心切的塔米和安迪 居然偷偷溜出了安全区 回到他们不远处的伦敦老家里 去取那里的家庭脑照片 美军狙击手发现了这一情况 并通知了抓部队 但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两个孩子居然在废弃的家中 发现母亲爱丽丝还活着 并处于某种神志不清的半昏迷状态 这三人很快便被赶到的美国士兵 给带回了安全区中 在那里他们接受了隔离 而诡异生还的爱丽丝 被送往了研究室中进行检测 军医斯加利发现 这个女人居然是个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 她的思维虽然因为狂入病毒的影响 而有点迷迷糊糊 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症状 正当军医将这一惊天大发现 报告给斯通准将士 听闻消息的唐纳德 却依靠自己作为管理人的权限 偷偷进入了隔离室中 来看望被自己抛弃的老婆 羞愧交加的唐纳德 恳求爱丽丝原谅自己 神志不清的老婆也答应了 两个人于是打了一班 哪知道 爱丽丝自己 虽然不会被转变成感染者 但她的口水 却依然包含有狂入病毒 就这样 唐纳德反倒被感染了 发狂的他 野蛮地杀死了 自己的无症状携带者妻子 并冲出隔离室 开始传播感染 第一安全区中 此时已经接待了 超过1.5万的英国居民 极高的人口密度 导致狂入病毒迅速蔓延 美军不得不开始执行红色代码 由于珍贵的无症状携带者 爱丽丝已经被杀死 军医斯加利便开始保护 他的两个孩子进行逃生 特别是小儿子安迪 有着和母亲一样的一同眼睛 他很可能遗传有爱丽丝的基因特性 但由于感染的速度太快 斯通准将的部队 已经进行了第三步的灭绝命令阶段 他们正在对居民区中的所有目标 进行无差别攻击 美军中的一名狙击手 道而终是由于无法继续服从 这样的残酷命令 所以决定和军医斯加利一起 帮助塔米与安迪逃跑 按照斯加利的说法 枪炮并不能真正的打败这场感染 只要有一点机会 危险的狂入病毒就可能卷土重来 甚至在未来威胁到其他地区的人们 但在这两个孩子身上 或许真的存在有疫苗的研制方法 他们必须被送到安全地带 已经开始执行红色代码第三阶段的美军 正在进行无差别屠杀计划 斯通准将已不再接受任何其他建议 所以违抗命令 被视为叛徒的斯加利 以及道尔中士 也只能自己想办法进行撤离 道尔联系到了自己的飞行员朋友弗林 打算通过他的直升机 离开英国本土 在前往撤离点的途中 一席人躲避着美军与感染者的双重夹击 艰难前进 后来道尔中士为了掩护他们离开 而被毒物中的防化部队焚烧而死 斯加利军医则在穿过地铁隧道时 被一路追击而来的感染者唐纳德杀死 之后这个发疯的父亲 还咬伤了自己的小儿子安迪 为了保护弟弟 姐姐塔米只能开枪打死了唐纳德 而被感染病毒的安迪 居然也像母亲一样 没有转变成疯狂的怪物 看来他的体内 确实是存在有无症状携带者的基因的 最终 只有这姐弟二人赶到了撤离点 飞行员弗林 遵照自己好友道尔中式的遗愿 将这两个孩子带离了再次沦陷的伦敦 他们的直升机跨过英吉利海峡 前往了法国 就此行踪不明 那场发生于安全区中的第二次爆发事件 也被称为道格斯岛大屠杀 影片的最后 距离美军建立的第一安全区毁灭的 又一个28天后 感染最终还是扩散到了英国本土以外 狂禄病毒也开始在法国蔓延 电影第二部的剧情就此结束 而正式在2024年的1月 电影公司卷宣布 金变28天系列的新电影 金变28年正式启动 并计划将其作为新的续集三部曲的第一部 并且是由初代电影的导演 丹尼·伯伊尔所指导 我个人是觉得 续集金变28周 虽然在战斗场面上大了不少 但还是没有前作那种 阴郁的诡异漠视风格 让人印象深刻 希望初代导演的回归能够让星座再次成功吧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全部节目了 我们下期再见 细细